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音乐有爱节目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相当难得 为大家请到的是台湾非常优秀的一位创作歌手王洪恩 洪恩最近制作了一张原住民儿童专辑 这张专辑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赞叹他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活动 是 洪恩虽然得过了许多的金曲奖 在流行音乐上也让大家受到很多的肯定 但是这条路其实走得非常不顺利 那么也曾经有难以承受的负债 但是洪恩从这样的低潮里面不但走出来 而且都顺于公益 然后我想这张专辑呢 就是从部落走出来 希望能够回馈为部落一个最好的证明 谢谢洪恩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老师 谢谢 好久不见 撑完了开口歌唱 蝴蝶请问花枪 我们迟早在草原上奔跑 树叶天上飞养 启大微笑欣赏 我们拥抱最温暖的午后阳光 你最近制作了一张非常有意义的专辑 为台湾世界展望会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这张专辑的由来好吗 OK 就是事业展望会跟星巴克 他们长期关心关怀原住民的小朋友的教育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已经是14年了 对 他们透过陪读啊 一些资金上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帮助 帮助过的小朋友大概有将近一万五千 是两万的一个原住民小朋友 所以已经是我觉得在部落来讲 确实发挥了它的影响力 那第14年他们希望一个不一样的座法 那就有个想法就是说 何不帮这些小朋友录一个 因为小朋友 原住民小朋友很爱唱歌嘛 是 可以帮他们录一支一张专辑 然后等于当作一个礼物回馈给 想要帮助他们 或是曾经帮助他们的一些大朋友 对 那我就很荣幸担任这次专辑 阿奈老朋友的制作人 为什么布隆族的小朋友这么会唱歌 你自己也是 跟我们讲 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希望他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这个 我看他大概是这个 就原住民的这个部落里面 我觉得这个歌声还有这个和音 会不会非常非常丰富 会不会聊一下 为什么会这么棒 什么样的文化 我觉得唱歌 我觉得是 很重要的是要有那样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在都市的话 我觉得小朋友真的很难有机会唱歌 我觉得除非到音乐班教室 或是老师在规定一个场合 大家才可以唱 而且那个唱歌的氛围是很 可能很严肃 很好像在教学 可是在部落那样一个氛围 你在还没有唱歌之前 你就已经听到秒叫声 你听到流水声 你听到风吹过树林的那种共鸣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部落的小朋友他们唱歌 或是我觉得 就是多了那一份灵魂 多了那么一点点 会让我们觉得 那种磕合很难的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在 大自然的一个拥抱下 我们已经听到最美的心情 所以我们就会模仿他们去和音 模仿他们去唱歌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山山工作 我妈妈常常就是 因为他们脚步比较大嘛 我们小朋友脚步比较小 可是小妈妈也不会因为 为了等小朋友影响工作的进度 所以他们一定会先走 走得很快 然后我妈妈大概知道 已经我们已经跟蛮远了 所以她就想知道说她在哪 她就唱歌 我们就听到妈妈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 就是让妈妈听到我们在哪里 所以那种声音此起彼落 就是所以从小我们就已经 把唱歌这件事情当做跟 讲话是一样重要的 我就觉得在这样的氛围下 我觉得大家有那样的一个环境 有那样的心情 唱出来的歌 我觉得自然就是会很容易感动的 这样 小手牵着奔向 小声风中回荡 我们正想 以为在哭的身旁 故事说到一半 攻击脚的相当 我们唱着 最快乐的童年时光 G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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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到身旁 馬拉斯坦 先來跟我一起唱 好 咚咚咚 打麻龍 是有是有叔叔啊 好 咚咚咚 打麻龍 是有是有叔叔啊 好 咚咚咚 打麻龍 是有是有叔叔啊 好 咚咚咚 打麻龍 無都市 公沒天下 好 有的死 Herz 再沉耶 大把龍 然後 咚咚咚 打麻龍 是有說啊 我都要打麻龍 好 是有是有叔叔啊 � theo 咚咚咚 打麻龍 哦 咚咚的門楼 咚咚的門楼 哦 我們唱著 吹開了個同一時光 哦 我們的同一時光 在這次這個專輯 其實我們要籌目的這個教育基金 其實可不可以談談就是說 現在我們原住民所面臨到的一些困境 因為我們可能 尤其是都會居住久的人 可能不會覺得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 整個的經濟變遷 整個的台灣這幾年 在社會結構上的一個變化 其實對於很多的原住民小朋友來說 的確是面臨到一個相當大的衝擊 可不可以談這個部分 我覺得當然我們所熟知的 可能就是天災 因為一些災難 造成部落就是分崩尼溪 然後也有的被迫牽村 是 基本上在這種居無定所的狀況上 其實我說真的 就很難真的在教育上 有所著力這樣子 然後長期來原住民 這樣會面臨到的就是 我們必須要被迫要為了賺錢 離開自己的部落 那通常父母親不太會帶自己的小朋友出去 因為想說也是一個問題嘛 可能沒有人照顧 所以通常說把小朋友留在部落裡面 給阿嬤照顧 那我說真的 有時候阿嬤年紀都七八十歲了 他真的也沒有辦法告訴小朋友 說你要怎麼讀書或什麼 我們常常看到都市的小朋友就是 父母親會陪讀 送去安親搬鳥或是什麼 而讓他們在一個多元學習化的環境下 讓他們去找到自己的可能性 可是部落可能沒有辦法 學校教育資源可能就已經很少了 對 那你看全校可能才三十幾個人 全校三十幾個人 你說怎麼可能會有這麼好的一些師資呢 然後又這麼偏遠 那有的是真的一下大雨就不能上學了 是的 那個路就被水淹了 那所以我就覺得這樣 我說真的 小孩子就沒有辦法在一個 很安定的學習環境下 對 然後我說真的 久了之後小朋友在讀書上 會變得沒有自信 也找不到他的方向這樣 他一旦落後的時候 對 他就變成是弱勢裡面的弱勢 對 那等到他有一天 接觸到都市的小朋友 他會發現 哇 怎麼都市現在小朋友 都玩一些高科技的 然後看到都是一些 國際上的一些事物 對啊 講起話來 就是不一樣 那種自卑的感覺就會出現 我是小朋友 觀察 Ce genommen Masha 好美的月亮 好美的月亮 高高挂在天空上 快过来 一起看月亮 好美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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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挂在天空上 快过来 快过来 一起看月亮 一起看月亮 洪文你也讲到就是说 你要告诉很多小朋友 原住民的小朋友 就是说不管面对什么事情 都不要放弃梦想 也不要放弃教育 这是你很语重心肠的一段话 其实你也算是少数 在原住民的这个当中 可以上大学 对 我觉得你很不容易 爸爸妈妈还有阿嬷 他们栽培你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也是为什么你写 像这么好的这个歌月光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你自己的这个历程 然后阿嬷给你的这个礼物 这段过程 然后你很多的一些感触 然后写的这个歌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 又抚慰阿嬷水菜 好多的朋友 对 我觉得我真的还要很感谢 我的家人 我觉得父母亲还有我的阿嬷 我觉得我父母亲 他们很重视我的教育 他们常常跟我说 不管你要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但是读书很重要 他觉得教育是一个 可以让人不一样的一个过程 对 它会让你变得眼睛会更亮 看得深度广度 就会跟人家不一样 你会有自己的想法 对 好像回想起来 那真的是个很重要的过程 那讲到月光这首歌呢 我当初就是当完兵 然后就是要来台北 要发片 然后就是收拾行囊 就是要离开部落 然后因为我跟我阿嬷的感情 因为小时候也是被阿嬷带当 然后我阿嬷就说 你明天要去台北了 然后我就对 阿嬷就说好 那我来送你礼物 我说好啊 阿嬷你要送我什么 我想说应该会送现金 他会不会拿一包 他已经存好的钱 有没有 可能放在袋子里面 把这麻袋给你这样 可能里面有两万块 我那时候是很期待 想说阿嬷有偷藏钱 就不是钱 那我心想那应该恐怕是 就是原住民的项链 或是什么手环 一种祝福 然后也不是 我就说阿嬷你到底要送什么 他说你来来来 你去外面 我就跟阿嬷去外面 他就说你没有看到天上有什么 我想说半夜可能还会有什么吗 我说没有什么东西 有啊 那边亮亮是 我说是露灯吗 不是 他说是在上面一点 我说 我说月亮 他说他要送我月亮 我心里想 你送我月亮干嘛 月亮也不是 可以拿下来 他说我跟你讲 我送你月亮的原因 是 如果你去台北啊 很辛苦的时候啊 你就对着月亮讲话 阿嬷就听得见 你就对着月亮唱歌 阿嬷就听得到 把你的思念 把你的悲伤 把你的不足 把你的轮弱 都说给月亮 唱给月亮听 阿嬷 部落都听得见 我心里想 我以为也只能敷衍嘛 不然怎么办呢 我就说好好好 有送跟没送是没什么差别 反正我就想说没有什么期待 我就这样 隔天我就来台北 哇 结果上来台北 真的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戚 然后就随便租了一个 房子顶楼加盖这样子 大概十平这么大的 很小的一间小房子 然后 本来对唱歌憧憬很大 然后想说我自己的歌声 那么嘹亮 应该可以感动很多人 没想到 第一个要面临到就是生存的问题 然后很多人听到我唱 就是你的歌听不懂 你可不可以唱中文 可是因为想说唱中文的话 我就觉得有些味道可能不见 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可能就不行 就是碰到很多困难 然后真的看到自己 本来自己在大学当兵有存一点钱 然后就这样快花完了 然后真的就最后只剩下七块钱 我的存款只剩七块钱 我去想怎么办 然后呢 我就在自己的顶楼加开外面的一个小阳台 我一间看到那个月亮 我就突然想起阿嬤那种话 就说你就把你的悲伤 把那个人都告诉你 阿嬤听得真是 我看到月亮我就整个 放声大哭啊 我就觉得仿佛阿嬤在我旁边 就是抱着我 然后说 我们你要加油 当初就是跟你讲 来台北真的会很辛苦 但是你要加油 既然你选择这条路你就要努力 哇 我真的哭到不行 然后我就 我就突然心里面就有个旋律出来 等他到了副歌 你是山山百合花 默默前方不说话 那种感觉 哇 我就刚刚回去拿吉他 就开始写写写 就把这首歌写完了 这样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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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深山白荷花 默默前奔不说谎 摇摆山峰最轻柔的抚慰 仰望满天的星光 深山的白荷花 沉睡在我梦境远方 跟伴着思念最遥远的飞翔 还有今晚的月光 天涌 无声的夜晚 微风轻轻吹拂你脸庞 黑黑蓝蓝静静的康在你一样的大地上 黑蓝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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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黑蓝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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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次看到月亮 我都还想到阿嬷那方画 现在就觉得阿嬷真的很有智慧 因为或许她给我现金 即便她给我一百万 有一天我也会花王 那她给我项链什么 有一天她也会被我收到柜子里面 再拿不会拿出来 可是月亮 她永远高挂在天空 你只要看得到她 你只要被月光洒到 她的祝福 她的思念都在你身上 所以这就是原住民文化的珍贵 真是非常非常珍贵 洪文你真的很不容易 也很了不起 我觉得听你的故事 听你们的布隆族的这些文化 这些孩子的音乐 其实相当的感动 我觉得在城市里面 有你们我觉得真好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你这个专辑还没有什么话 要跟全球的观众朋友来说 有没有什么期待 这档专辑呢 已经在全省的星巴克门市 可以意卖这样子 那我觉得其实 就像文英姐讲的 我觉得其实我真的很幸运 那也受到祝福 让我在这样的环境下 可以有机会稍微脱颖而出 有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成就 真的说一定还在努力当中 那我觉得 我自己小时候也是被蜘蛛而当 那也被很多的蜘蛛 我不认识那些人 被他们蜘蛛过 那才有今天的小小的成就 那我心里想 我更应该要去回馈这样子 那我自己身为部落的人 我应该要手当其冲 应该要自己要站出来 那这张专辑我常常比喻说 它虽然是一张音乐专辑 可是对我来讲 它是一粒一粒小石头这样 它是帮小朋友跟学校中间 把路铺好的一粒小石头 所以你买这个专辑呢 等于就是 你在这条路上放了一块小石头这样子 那等小石头铺满了整条路的时候 小朋友上学的这条路就变得很安全 是 对 然后他们可以更快乐 更有自信的踩出这条路 那我还是觉得回到原点 源头 我觉得没有好的教育 我觉得讲梦想都是枉然 所以我感谢我父母亲 他们很辛苦 他们牺牲了他们的享受 他们的一些渴望 奢望 欲望 然后满足我们成长的需要 就是教育 所以我也希望说 虽然现在音乐的环境真的很不好 我花了大概将近快两个月时间 投入在这边 我几乎一场商业都没有借 有的人会觉得很可惜 你这样两个月可以赚一些钱 制作这张专举 你也可以赚多少成 可是对我来这样 我觉得小孩子的教育是不能等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不要想说这张专举就是 当然音乐是非常好听 一定是我们要非常用心制作 但是我觉得背后那个意义 恐怕是我觉得是更有价值 我们要非常谢谢洪恩来到这个节目当中 也说加油 你真的是很棒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和慈善爱心 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爱的循环 能够延续下去 谢谢洪恩 谢谢 感谢你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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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年最遥远的飞翔 还有今晚的月光 马洞 阿那堵 马洞 不驾咪的马洞 子俩暗 阿沙渣到马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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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隔十五年 都会生到马洞 我 也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